大家好我是Paul 周遇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南韓有一家电信业者 电信业叫做Telecommunication 两个字合在一起 Tela就圆的 你大概都知道 电视叫Television 电话就Telephone 所以Telecommunication 远的 communication 沟通 合在一起电信业 那这个电信业者他提供这个Broadband的服务 Broadband就是 我们其实现在已经不太会用这个字 就宽屏 好像还会用的到 公司名字什么 什么 凯博宽屏什么鬼的 好 所以Broadband叫宽屏 以前还有像Dial Up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我其实知道我的观众群 大概都落在25岁以上 甚至30 40岁以上 所以我讲这些远古的东西 你可能还是知道的 所以Dial Up就播接上网 所以以前打电话那个按数字的动作 528 9127之类的 那个叫做 那个动作就叫做Dial 那这种调数字按数字的概念也可以延伸用在 例如说你坐在那个 你坐在车上以前那个车子的那个 那个Radio啊 还是用那种旋钮式的转AMFM的调频那种 那个也叫做Dial Radio Dial 然后还有甚至我这边打出一个叫日轨 你知道这什么东西吗 就按一根棍子插在地上看那个太阳照下的那个影子来判断现在几点 这个叫Sundial 为什么扯这么远古的东西呢 我知道你懂了大概我希望你懂 Anyway 所以这个南韩的Broadband 这个宽贫的业者 这个Broadband firm Sues Netflix After traffic surge from Squid Game 哇 Netflix不要再念错了 像我记得我们做过一集在纠正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常听到我们台湾同胞念成Netflix Flex是把肌肉绷起来叫做Flex OK 所以Flex your muscle OK Flex your muscle 那不是Netflix 是Netflix 事实上Flix这个字就是flick F-L-I-C-K 同一个字的发音 同一个发音不同一个字 Netflix Flick 所以加个S 发音就变成了F-I-L-X 一模一样 F-L-I-X 对不起 那所以什么是Flick 就电影 所以像例如说 年轻女孩都在看电影 我们就叫它Chick Flicks OK 女生聚在一起 Slumber Party 我们看什么呢 挑一些电影来看 A Movie Marathon Chick Flicks 好所以Netflix就是好电影啦 所以在这个 他们为什么要控告 Sue Netflix呢 因为他们有一个Traffic Surge Surge这个字就是暴涨的概念 所以台风造成了这个河水上涨之类的 也可以叫做Surge 其实 Squeed Game你知道啦 就是那个 那个什么 差点讲的 俄语游戏 忧郁游戏 我也看了 我个人看的是有点感想 我是觉得 里面他们把英文捧太高了 任何讲英文的人都是高级的人 你看那个主持人 只要打电话 每逢打电话 打给那些不知道谁的谁 背后的那些操作者 永远是讲英文 然后每个VIP来的 讲英文 虽然后来有一个 似乎是中国人 他还quote了 quote就引用 他引用了杜甫的诗 你看了你等一下知道我在说什么 然后后来还是不是 跟其他人也是用英文在沟通 所以好像仿佛讲英文就很屌一样 所以我称这个为 殖民主义的语读 所以 the legacy of colonialism 就韩国还是把自己矮化了 把里面这些高级的VIP之类的 你们都讲英文 而事实上里面英文是很中俄的 你知道吗 我一个 一个观众 Chester 他也是我的家教学生 他跟我聊这件事情 就Reddit上面有人讨论 讨论说这个Squeed Game里面的 这些所谓VIP的英文怎么样 然后就 开什么六九的玩笑之类的 这很中俄 你知道吗 所以要是我今天是我来写的话 这些VIP的身份地位 他们讲的英文应该要能够 Elegant的很多 Elegant很多 不像那个白胖的那个在讨说 这个男孩是我的 Anybody have any problem All yours 就很street的英文你知道吗 也不是说这样不好啦 英文还是英文 只是说 如果今天我要写VIP的话 大概不会写成这样 OK 批评半天干什么呢 我来讲英文 所以他说Netflix South Korean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有时候就叫ISP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SK Broadband 还说Netflix to pay for costs from increased network traffic 所以要他们付什么 付这个网 太多人看了 看这个Netflix 所以他要Netflix Netflix上面的这个Squeed Game 所以你应该要为了我们这个 增加的营运成本 来负担一点点 所以pay for costs from increased network traffic 增加了的这个网路的这个交通流量 以及还有就是他维修费用 所以这个字也是我们台湾同学常念错的一个字 所以他的拼音是长这个样子 他容易搞错的部分是他的动词 动词 就是念作Maintain 那这个字念作Maintenance 很容易念成Maintenance 变成Maintenance 没有Maintenance这个字 Maintenance是动词 再次名词是Maintenance Maintenance 所以增加了这个Maintenance work OK 维修费 because of a surge of viewers to the US firm's content 你这美国公司的内容啊 我们有人增加了这个观看 所以呢你需要替我们负担你的费用吧 扯不扯 我也不知道 OK好 呃我们大概不会把全看啦 因为这里面我们抓一些内容来看就好 所以他说这个 Netflix应该要能够合理的 给点something in return so they should reasonably give something in return something in return就是你回报我一点什么 这样子 OK 所以我们看你的秀你很棒 但是你增加我们的工作量 你能不能回报点什么给我们 reasonably 所以reasonably就是合理的状态下的这样子 好我们再看一个词就是 那很多的这个 呃就法律上的啊 就是他们有观点说 他们应该这两家要能够 寻求对话的空间 所以Netflix said it will review SK broadband's claim and seek dialogue OK 好 所以 寻求对话的可能 dialogue这个字就对话应该没问题 dialogue dialogue 以及啊 and explore ways in the meantime to work with SK broadband to ensure customers are not affected 以及同一时间除了寻求对话之外 同一时间 in the meantime 所以in the meantime这个词也稍微看一下 就在这一个时间中 in the meantime 干嘛呢 to work with SK broadband 所以他就跟他来 合作一下 来确保 顾客的权益没有被影响 ok to ensure customers are not affected 所以我想这里再讲一个这个文法上会讲到的 insure这个字 跟 assure这个字 还有最后这个还是发言成insure 你大概最熟的是第三个insure 你有一张保单 那前面这两个insure跟assure的分别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就直接讲insure呢你后面得加的是事情 或者你就可以加that的字句 ok that的class 而assure呢 后面一定加的是人 不会 绝对不会有 我公司或许吧 也可以 总之人啦 或等同于人的东西 所以如果说你的狗走丢了 然后我在旁边安慰你 说没事没事 我帮你把狗找回来 so 我就会说 I can assure you 你看assure加you 对不对 I can assure you that I will find your dog 没问题 那如果用insure能不能讲这个句子呢 可以 I will ensure 如果我加you 那就完蛋了 因为you是人 对不对 I will ensure the safe return of your dog 所以你的狗的安全回来是不是事情 yes so insure接事情 那也可以接that class 大概就这样 那我们再把这个assure多讲一个词 一个常见的片语就是 rest assured OK 所以同样是主词 但是这个就你前面这个assure加人 像我刚刚讲的 I can assure you that I will find your dog 我也可以说 you can rest assured that I will find your dog 所以我把这两句都写一下好了 I can assure you 我能够担保你 OK我会找到你的狗 换句话说你就可以躺在那儿休息着 并且是被我担保着 你就在家喝柠檬水 看电视 为什么喝柠檬水 牛奶不行吗 随便你这家喝饮料 然后看电视 然后我呢就努力把你的狗找回来 所以you can rest 你可以休息 什么状态休息呢 就是 被担保者的休息者 you can rest assured that I will find a dog 这样子 好所以也就是这样子使用 这几个都还蛮常生活中看得到的 so insure 这里用的是insure 所以你看你可能会想说 靠北老师你刚讲insure要接 物或者加子句 这里接了customers 自打嘴巴 并没有 因为他这里其实省略掉的是that 你看后面是句子啊 顾客们会没有被影响 customers are not affected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that的名字字句 只是that省掉 这里的customers 并不是受词 是主词 OK Alright 所以我没有讲错东西 好然后再来 呃我们也是一样就看一些比较重要的句子就好了 所以他下面讲到例如说是 这个 OK 所以这个他说啦 it said sk's expenses were incurred while fulfilling its contractual obligations to internet users 好先看到这边 所以我这里想讲到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句子就是 他造成一些开销 就在旅行跟观众的合约义务的时候 因为你知道吗 我 你是我的这个 上网的这家公司 你是我的电信业者 那 你是我的电信业者你就要确保可以常常上网啊 就是不会断线啊这些啊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你跟我之间的合约上的义务 你要提供不会断线的义务的服务给我嘛 Right so you got to make sure your service is uninterrupted OK 所以你的service是 on uninterrupted 你的你的服务没有被不会被中断的 OK 所以 这里说造成的开销 而同一时间他就要履行与观众的合约义务 所以这里这个造成开销的造成啊 他用的就是一个这个词叫做incur so as case expenses were incurred right 你看他刚说啦 我也就维修啊什么这些对不对 就traffic增加嘛 所以这边这个 你可能比较少看到的词对不起 是incur这个词 就expenses被造成 OK OK while while while什么呢 他在旅行跟观众的合约的时候 所以旅行这个字呢 他用的是fulfilling fulfill OK fulfilling what it's contractual obligations to internet users 所以contract就是合约 contractual变成是形容词 obligation就是他的义务 so 我们就把这里打出来 while fulfilling 他的contractual obligation obligation是to谁 to internet users 所以这个句子 我们把它稍微记一下下 也不用记了 反正就熟悉一下 这是一个不错的 写句子的方式 OK 好 所以讲到这里其实大概差不多了 我们就 我们就很快的复习一下 刚刚讲过的这些东西 像我希望我一集真的不要太长 虽然我前面讲了一些那种 批评的东西 但你听听就算了吗 好笑吗 好 OK 复习时间 OK 所以telecommunication 就是电信业 so telecommunication company telecom company 有时候就讲telecom就可以了 bra band 是刚所说的宽屏 bra就是宽嘛 没什么了不起的 band就是他的那个屏 这样子 dial这个字刚说过 有拨电话之类的 很多各种不同的意思 dial up就是以前的 拨接上网的方式 然后刚强调一下 发音不要错 flicks这个字就是电影 其实 所以netflix就是网路上看电影 OK 当然现在就觉得 远超过的电影就是了 那刚说的chickflix这个字就是 女生喜欢看的电影 那 我刚刚讲的quote这个字就引用 讲到Squid Game里面那个中国人 他就quote了杜甫的诗 所以quote 这个字也认识一下 那我要强调里面一堆讲英文 这都是 殖民主义的语读 the legacy of colonialism the legacy这个字有 传说之类的意思 传下来的概念 他 不见得一定是正面负面的 说真的 OK Elegant这个字就是 我说的 要是我来写的话 我会把他们英文 写的elegant一点 而不是像几个街头小流氓 在那边英文对话 maintenance 叫做维修 那动词是maintain maintenance maintain 不要把发音搞错了 发音很重要 serge是突然间暴涨 所以他为什么要告netflix呢 因为他的traffic 突然间暴涨了 好然后呢 netflix就说我试着要跟你对话 我们要有一个dialog 而同一时间呢 确保顾客的权益没有受损 so in the meantime 确保 他用的是insure right insure customers are not affected so insure加的是事情 或者加that的名词指句 assure加的是人 我刚举了例句 我会把你勾找回来 right I can assure you that I will find your dog or you can rest assured that I will find your dog ok 那最后的这个insure就是保险 应该没问题 ok然后呢 最后就是 反正他在 这个deliver他的服务的时候 造成了一些额外开销 他觉得应该netflix来负责 so expenses were incurred while delivering or fulfilling their contractual obligations to its users 所以他觉得不公平 你reasonably give me something in return 这是他现在所要求的 好我们讲到这里非常好 完整了 今天的这一集 我是Paul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我们明天见